換物三分鐘,要再開工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的就是有被譽為 飲茶三寶稱號之一的一元貼皮 很小的時候其實不是每天都有零用錢 怎樣去滿足自己去買一些換物的慾望 我有一個方法,就是跟我老爸去飲茶 就是幫他買報紙 透過爪軸,下欄就有著落 我通常在報紙檔都有三大的購物攻略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攻略一,就是看看有沒有周邊的廉價玩具可以買到 例如有面具或者一些廉合金 我記得G7和四合軟高達我都在報紙檔購買 通常都是欲望太高,往往都空手而回 攻略二,就是買飲茶書 奈何飲茶書也不是每天都有新的出版 攻略三,就是買這些印刷精美的貼紙 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 如果你想吸收一些動漫的資訊 其實是非常貧乏的 除了兩間電視台之外 這些印刷精美的貼紙 就是我們吸收資訊的渠道之一 我記得當年我買過一張貼紙 右下角有機動電視高達的這張貼紙 當年無線電視還未以太空戰士這個名字 播出這套動畫 在一些我們不熟悉的機械人 透過貼紙我們看到的時候 我記得我就會幫他安名 即是白色機械人 可能叫做白色機械人 有角就說他是有角機械人等等 貼紙的主要功能就是貼了它 通常那時候就會貼在一些 我屬於自己的櫃桶 文具、書寶等等 如果遇到一些真的很喜歡的圖像 我就不捨得貼的話 我就會剪低它 就好像郵票那樣 就放在郵票寶那裡 狗不狗翻著去看 我不知道觀眾朋友 有沒有和我一樣這麼共同的回憶 貼紙你不要看輕它 一張這麼單單的一張紙質 因為它印刷是非常精美 往往都用了一些螢光的顏色 例如《螢光粉紅》、《金邊》、《銀邊》 而它裡面的內容都是選取 TV magazine 的一些精彩畫面 是輯錄的 包羅萬有,僅有一款適合你心碎 這也是出版商的一些智慧 我曾經把我這一個貼紙經歷 就和一些朋友分享過 他們有時都很驚訝 他們會發覺 為什麼你會有一些這麼瑣碎的記憶 都會記得呢 沒有其他的 因為小時候老實說 兩手空空空 什麼都沒有 當你擁有哪怕是一張一元的貼紙 其實你都會有一定的記憶殘留在腦裡 反而人大了 你的能力高了 往往你買的東西 都可能會是過目即忘 你都不知道之前買的收藏 是什麼時候買的 甚至乎是多少錢 所以人的記憶是很有趣 當你遇到一些開心與不開心的事情 只要大家有信念去記住它 不要讓它那麼容易淡忘的話 很多事情都不會那麼容易消失的 今集節目講到這裡差不多 希望大家 喜歡這條影片分享出去 還有訂閱我們TCM Toys Channel 下集再有機會再同大家 透過玩具再話當年 拜拜